硕果累累 先将纸对边折 然后画一个尖角 再画一个弯角 最后画个半圆 再将石榴饼画出来 再画几片叶子 下面呢我们画一个三瓣花 最后画两个豆芽纹 石榴就完成了 开始剪纸 剪的时候仍然是先沿万轮廓来剪 先将月牙剪完 然后剪花瓣 里面的那个花瓣 我们需要用剪刀扎孔才能剪 剪完花瓣之后 剪豆芽纹 从尖角处扎孔 然后沿线条剪 沿着线条一直剪到头 这个豆芽纹就剪完了 豆芽纹也称豆芽纹 其实它是柳燕纹的变形 剪完之后我们来剪毛刺 仍然是要从折叠边的一边 开始向左剪 如果大家想让毛刺变得更加漂亮 那么建议选择稍微硬一些的纸 让剪出来的毛刺根根分明 我可以看到 就知道一边 我应该不断了 这边就剪了 那么快就剪了